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 最近很多隱迷 隱迷怎麼了 來留言說 好像覺得你都 不可能每一集都要噴個十次八次 你知道嗎 最起碼要噴三十次我們才會快樂 我爆狠 後來我就去問了 乾脆妳把我泡在那個CO2裡面好了 給妳試試看 後來我就問了劉德華 我說為什麼妳最近都不敢噴乾冰 就是我們的弘毅劉德華 他說因為老梁最近都給我臉色看 他怕妳了 我白臉色 對 不可能 在業界我是好好先生 而且我的笑容可掘 不是 妳可以看一下我的微笑 還沒有看 還沒看到欸 那不然我們看完再來噴好不好 劉德華再給他一次機會 來 也沒有噴就有微笑就可以了好不好 OK的 來 噴 不誠懇 感覺上這一次是帶有恨意 到底是哪一個影迷劉這種留言 我希望他立刻到現場來 車馬費我來付好不好 而且你們都在講說我們男人 這個喜歡白臉色 沒有耐性 怎麼可能呢 我們今天就要好好來聊一下 這個主題了 所以我們就請到了 對男人總是和顏悅色 什麼 什麼 應該都無心的 沒有 卻換來男人白臉色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歡迎 她剛剛那個反應像不像皮諾 我就講了謊話會 對啊 怎麼可能 這三位根本每一位都是車長臉 晚娘臉 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才是笑容可局吧 我們多少的委屈 不好意思 沒有 和顏悅色是我本人 我們倒是 我們都很和顏悅色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對面也要介紹 無論怎麼樣白臉色 都還是很帥氣 我們聯合個星來 歡迎七位 情侶交往穩定了 難免會露出真性情的一面 遇到不耐煩的事 就狂擺臭眼給另一半看 究竟男女雙方 會為了哪些小事就擺臉色呢 歡迎收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搶 我們應該是白龍 妳擺臉色給我們的達明哥看嗎 哪有 真的 你們都不要被節目上表現騙了 三位都先給鏡頭笑容看 笑容喔 他們都是演員啊 這對他們講很簡單嘛 好 來 瞬間變臉 其實我覺得笑跟不笑沒什麼區別 有啦 我們笑起來很美好不好 我們就是很緩和的 我們來看一下男生們 男生們露出笑容給我們看 笑容 很虛偽 唱唱 除了把比喬之外 請美國的代表杜莉 對鏡頭笑一下 杜莉 杜莉今天怎麼變這麼可愛 杜莉今天是代翻不好意思喔 講得像杜莉 但她不是杜莉 而且她不會說中文 所以她不知道我們在幹嘛對不對 對 她不知道 所以妳就直接已經講出來 這個不是杜莉了嘛對不對 妳看得出來吧 好 你好嗎 你好 要用麥克風嗎 對 OK 你好 怎麼會來到這裡 我們請一個會講中文的黑人 來幫他翻譯好了 我們問一下為什麼杜莉 他今天不會講中文 因為我今天請代班啊 然後就想說 就是讓他來玩一下對不對 車馬費就是我收 好機車喔 所以他是你哥哥還是弟弟 他是我弟弟耶 你看 對喔 他看起來比較老是沒有錯 他看起來比較可愛 沒有 沒有 因為主要是原因 他看起來比較白 對啊 都差不多吧 你看 差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 有不一樣嗎 差超多的 你們是同一個父母生的嗎 當然啊 你問少小我媽媽很白耶 對 他的膚色跟馬丁是一樣的耶 真的 是這樣嗎 他是吳哥哥了 好啦 我們也讓杜莉的弟弟 休息一下 是 我們也要正式跟觀眾講啦 那這一集就是杜莉的最後一集啦 好 但是歡迎就是由他弟弟 來參加我們這個節目 來交動這樣子 謝謝杜莉 謝謝杜莉 謝謝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男女朋友很容易就把自己 最不耐煩的那一面 給最親密的人看 好像是 會這樣嗎 非常 而且常常 你就會覺得那個事情 根本就是完全 你覺得完全沒有關係的事 他會生氣 所以這就是今天 那個達明哥戴墓鏡的原因 對 我給他一個臉色看 今天這樣白榮講不對 我們請蕭黃旗來給我們答案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就給他臉色看 結果後來眼睛就出了問題 就爆炸 對啊 就爆炸了 所以就出 你剛剛說男女朋友的時候 你會特別表現 和顏悅色嗎 男女朋友的時候 反而會比較會喔 所以你是因為用這一招 騙達明哥 男女朋友的時候都很 就是善意的謊言 都是善意的謊言 真的啊 那都不講話 像小棉羊羊羊 所以你們結婚多久 他就露出他的真面目 第二年吧 第一年第二年吧 什麼 那可是 我跟他在男女朋友的時候 只是一直到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可是很龜啊 龜毛的龜嗎 龜毛的龜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說 原來他所謂的愛乾淨 是如此的潔癖 我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他要開車 那你就會想像 這女孩子應該開一個那種 就是看起來像女孩子那種 很... 不管顏色啊 外型 就是他開了一台吉普車 然後輪胎很大那種 很帥啊 對 但是 看到你面前就想不會吧 那車前面就一層灰 你知道嗎 這誰規定車子 一定要騎得很乾淨 對 就不好耶 好嘛 然後 你就想說他出來的時候 他是穿那個短裙或是長裙 很可愛這樣子 沒有 要穿一個牛仔褲嘛 不行嗎 OK啊 對啊 那OK 那走路為什麼要這樣走呢 不然啊 就是很自然這樣走啊 不然怎麼樣走 很自然嗎 就這樣走啊 對啊 就這樣走啊 所以看起來他也是難助自己的啊 對 但是 因為我們這種人對車子 我不知道這幾位男士 我對車子是那種 我只要一吹灰塵就跑那種車 好麻煩的人喔 那我就忍不住問他 所以你平常都很想要洗車喔 他說有啊 那個雨一下子就洗了嗎 你看我們這兩個人 在這方面落差真的很大 因為真的很大 譬如說有一次 我已經跟他結婚囉 然後呢 還過了一陣子 那我平常呢 也是會做家事的啦 所以那天下午 突然我就想說 該換床單了 然後我就很 很勤奮的去換了床單喔 然後我換完了以後 我還想說去邀功一下 我還特別走到他面前說 我剛剛去換了床單 於是他就走進屋子裡頭 看了一眼之後 他就默默又離開房間 然後從那一剎那開始 他就開始沉悶了 我問他什麼事情 他都愛理不理我這樣子 我想說一定有什麼事 可是我不知道喔 到了晚上該進房間睡覺了嘛 我就躺在那裡 我想說他怎麼都還不進來啊 然後我就想說一定有事 我就出去 他就一個人坐在客廳裡頭 我就想說 你今天有點怪怪的喔 什麼事 然後他就突然這樣回頭看我 我就說 你今天想要換床單對不對 我說對啊 我不是跟你講換床單嗎 他說你要不要進去看一下 那個床單長什麼樣子 就是床單一個啊對不對 我就出來 我就說很好啊 然後他就突然就發脾氣說 很好 你根本是叫我睡在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床單有多皺 達明哥這樣講 不對你們恩愛完之後 床單還是皺的啊 不是 那問題是還沒有恩愛 就已經皺成一團啊 那就是讓他直接恩愛就好了 大家不知道 因為我有陰影 什麼陰影 他每次到一個地方 就好像打過仗一樣 表面你看洗臉就好好洗嘛 他洗臉就是這樣 我又可能這樣子洗 對啊 他以為他在拍洗面乳的廣告嗎 不是 那旁邊都是水 我就要負責去擦 他也無所謂 對不對 我剛剛還沒講 洗臉 然後就洗一洗 然後就看看我 他洗一洗 看一看對不對 然後就把腳放上去 不是啊 洗腳很方便啊 對啊 你不要這樣看我 你沒有這樣洗過腳 你沒有這樣洗過腳 你不要敢說你沒有這樣洗過腳 對 那就好好不好 那我們大家都一樣洗一洗 他說不能在洗臉盆裡面洗腳 蛤 那個好像叫做洗臉盆 不是洗腳盆 可是沒有 你們但是會有沒有過 會啊 因為比較方便的話我會 等一下白胖 你掛得上去嗎 他真的沒有吧 鹹甘菜的菜那個床單跟 把腳抬起來再找 長時間的那種生活習慣 你會有壓抑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聽下來 我們覺得達鳴哥白臉色是有 有道理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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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請問所有的型男們 你們會因為另外一半 跟你生活習慣不一樣 你們就白臉色嗎 會得緊去擦 會得緊去擦 你們要舉一個比較緊張 你不要拉票 可是我覺得重點 應該是說床單 你換床單 如果你要換 那你第一次換好就好了嘛 如果你這樣子換成 變成那樣子 那何必換呢 就乾淨就好了 乾淨就好了 還是要漂亮吧 對啊 男女朋友交往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給對方一些面子 但是如果說結婚之後 通常那個圓形畢露 像我們家 我爸爸就是全家的天 因為他講什麼 所有人都不能違背 我們家就很傳統 我媽媽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婦女 像我爸爸很誇張的是 他麵 他想要吃譬如說 1.5公分寬的麵 1.5公分寬的麵 那我們家每次吃麵的時候 四個人吃四種不同寬度的麵 我爸一定要吃最寬的 如果說我媽說 那個1.5公分的麵沒了 他給他一個細麵 一上上來我爸就說 沒有感覺 沒有嚼勁 沒有感覺 所以他寧可不吃 就整碗就擺在那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女生就把它分著吃掉 然後我爸他不喜歡麻油的味道 所以我們家煮麻油雞 一定要把那個廚房 不可以讓麻油一點點味道飄出來 所以只要麻油的味道一飄出來 我爸說 我頭真的很暈 我一整天都沒有辦法好好做事 所以譬如說 怎麼會講壓力很大 我們家是爸爸 然後我跟媽媽 我妹妹 我們家是三個女生 一個男生的家庭 所以女生多多少少喜歡吃麻油雞 所以我們每次兩個女兒回家的時候 就會一直跟我媽講說煮麻油雞 我們三個人超像小媳婦 就躲在那個廚房 然後把門關起來 還要關得很緊 為什麼這個時候不像你爸出門呢 因為他是天 所以他不喜歡在家 天子要在家看電視 天子就是要在那邊翹腳看電視 你們三個人就在廚房裡面煮麻油雞 請問一下所有的男生們 你們會因為這樣子 飲食習慣的不同 就白臉色給對方看嗎 會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叉 馬丁跟達明哥很適合當朋友 真的耶 像我家裡 我那個叫什麼 那個什麼 一條一條一條 那叫魚做的那個餅乾 餅乾 一種餅乾嗎 鱈魚相吃 那個不准帶進我家裡 那個超好吃的耶 超好吃的 哪裡哪有臭臭啊 好臭 基本上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我完全不會限制你 但是如果你吃一個臭死的 像在家裡吃臭豆腐這種東西 臭豆腐都還好 臭豆腐就是要在家裡吃 怎麼大家都不要煩不煩 怎麼樣 啟發了你們的餅乾是不是 真的那個臭豆腐那種魚餅乾啊 這個不行 所以看起來其實男生還是有地雷的 太臭的東西不行 太臭的東西真的 然後不符合你們的飲食習慣也不行 男生是才怪臭吧 外面你吃什麼都可以 在家不要吃太臭的東西 你不要說有那種特殊味道 想說臭豆腐 有的人不喜歡嘛 還有煎那種魚啊那種臭豆腐 煎魚他也不喜歡 對啊 你去外面 不是那個臭豆腐那攤都有嗎 還有煎魚那種 對啊 那種味道有 結婚不就要互相包容嗎 對啊 煎個魚這個東西 煎個魚還好吧 我跟你講 妳怎麼會覺得 婚姻是互相包容 我們問一下 老梁不然婚姻是什麼 婚姻是互相的 忍讓 你知道 鄉人為國 大家就是為了這個家 家和萬事興嘛 對不對 很會祥 沒有別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嗎 他我每次在廚房裡面煮飯 或是煎魚什麼的 只要有味道喔 你說門窗都關了對不對 那他還好 他還會幫我開空調 就是我們廚房裡頭的空調 可是你知道他都開超低溫 因為很低溫的狀況下 那些味道就會很快的散去嘛 所以我都要穿 煮飯 你知道嗎 好嫩 那是很大聲 然後他